2013年11月22日,位于云南省玉西市一门县同厂乡的一个偏远山村,过水沟村政举办着一场全村村民见证的豪华葬礼,去世的是过水沟村马氏家族一位叫马丁的上门女婿,虽然他的突然离世让村里人有些震惊,但马家的葬礼规格十分隆重,充分体现出对这个上门女婿的看重,因此村里人都觉得马家重情重义,随着阵阵哭泣声和一声吆喝,马丁落葬,尘埃落定, 但马丁是怎么死的呢?事情真的到这里就结束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 马丁的葬礼上,前来吊咽的人中有一位和马丁关系很好的村民,名叫杨学胜,马家的人都知道俩人关系比较好,因此52岁的杨学胜也得以见到马丁的遗体,看到昔日的豪伙计冰冷地躺在床板上,杨学胜悲从中来,想要走近 再看一眼兄弟的仪容,却无意间发现马丁的耳朵里居然渗出了血,杨学胜觉得有些不对劲,便沿着床边围绕尸体转了一圈,仔细查看马丁裸露的部位,发现其太阳穴的部位,好像有一处不太明显的伤口 马家对于这位上门女婿的突然去世,给出的理由是突发脑溢血而亡,但突发脑溢血为什么会有肾血和伤口呢? 憨厚老实的杨学胜带着疑问参加完葬礼,回到家后左思右想,也许脑溢血本来就会有血渗出来吧,毕竟脑溢血是脑子里面流血了,是不是也有可能从耳朵里流出来呢? 伤口没准是生前碰到哪里了,再说,马家举办的葬礼,豪华程度是村里前所未有的,可见对马丁是真放在心上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可种种迹象又表明,马丁的死似乎另有隐情,杨学胜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又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就这样纠结了一个多月 2013年12月23日,终于说服自己,向同场派出所报了案,杨学胜的报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 他对警方说自己怀疑一个月前过水沟村下葬的村民马丁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谋杀的,警方询问报案人的身份 他拒绝回答,却又给警方说,如果想要调查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去过水沟村找一个叫杨学胜的村民,之后便挂了电话 这一下,报案人的身份不是呼之欲出吗?警方接到这样一通报案电话,虽然人已经下葬了,但有一点,有人报案就要去查 其实警方也在怀疑这起报案的真实性,报案人又不愿意透露姓名,死者已经下葬了一个多月 而且,报案人似乎也不是马丁的家里人,那么马丁的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吗? 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 来到过水沟村走访调查,但即便是有报警电话,但真说起来,警方如今面对的仍旧是死无对证的局面,调查必须谨慎在谨慎 于是,警方开始在村子外围进行走访调查,并且首先会会电话中提到的名叫杨学胜的人 对于马丁家里,则放到最后再询问,根据初步调查,马丁并不是死者的本名 死者本名叫丁宗傅,也不是云南人,而是四川重庆云阳县人 十几年前,丁宗傅从重庆来到云南谋生,因为有一手泥瓦匠的手艺,能吃苦,被马家看上 通过朋友的亲线搭桥,做了马家的上门女婿,从此改名为马丁 入赘马家后,马丁并没有干老本行,而是做起了贩卖猪仔的生意 对于马丁的为人,村民们大多都是赞赏,能干,能吃苦,身体不错 不过,这就和马丁的死因矛盾了,身体不错,平时也没听说有什么疾病 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突发脑衣血去世呢? 但这一点,村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这社会谁还没个病了,这人说没就没了,除了惋惜,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况且,马丁作为上门女婿,云南也没有亲戚,马家一点也不含糊,仍旧按照当地最高规格为他举行了后葬 这其中的感情肯定相当深厚,在村民这里问不出什么 警方又找到了杨学胜,杨学胜也是老老实实地将自己在葬礼上的发现告诉警方,马丁双耳甚血 以及太阳穴的伤口,这两个细节立即让警方觉得事情不一般 随即又走访了葬礼当天其他帮忙料理后事的人,首先便是马丁妻子的堂哥马柱 他是第一个接触遗体的人,根据马柱所说 当天晚上凌晨,还在睡梦中的他接到了马丁岳丈打来的电话,说马丁不行了 等他急急忙忙赶到马家帮忙时,岳丈一家已经在给马丁剃头和擦拭身体了 所以血迹伤口什么的,他并没有看到 而他当天主要负责的是安排葬礼的相关事宜 对于马丁的遗体也就没有过多关注 第二个警方走访调查的对象是马丁妻子的堂弟马荣 他负责给死者更换衣服,有近距离接触死者的机会 但经过回忆,马荣一口咬定,当天晚上马丁身上并不存在任何伤口 这两人的说辞和杨学生反应的情况截然不同 到底是杨学生报了假案,还是这两人提供了虚假信息呢 带着疑问,警方决定去马丁妻子家里走访调查 马家除了去世的马丁,还有三个成年人 马丁的妻子马翠珍,岳丈马开复和岳母卓贵仙 提到马丁的去世,即便过了一个月,马翠珍依旧很是悲伤 双眼含泪,回忆起马丁从并发到下葬的过程 据他所说 马丁是11月20日并发的 当天晚上,马丁做完买卖,赶回家吃晚饭 吃完饭后,一家人还坐在一起看电视 这期间,马丁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 看了一会后,马丁就说自己累了,先去睡觉 马翠珍看完一集电视剧后才回了卧室 到了半夜12点多,马丁开始不舒服 一会肚子疼,一会有头疼 马翠珍想要送丈夫去医院 马丁觉得忍忍就好了,并没有去 结果到了一点多钟 马丁突然很是痛苦的惊醒 大概半个小时,就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警方又询问了马翠珍的父亲马开复 马开复说,他和卓桂仙睡在二楼卧室 晚上并没听到什么响动 直到女儿在楼下大声喊话,他们才醒来 等二人到了楼下时,马丁已经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三人的回答,看似没有问题 但警方还是发现了疑点 过水沟村,地处中国偏远地区 村中大部分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大山里 看病也是找的村医 这三人怎么就能断定马丁是突发脑溢血猝死呢 面对这个问题,马翠珍解释说 是他看马丁太难受,去找了村医来 这个结论是村医说的 可马翠珍父母却说 当天晚上没有听见一响 也不知道有医生来过家里 一个一楼一个二楼 这是什么样的隔音条件才能 在二楼丝毫不知道,听不见楼下的任何声音 警方又询问马翠珍村医叫什么 住址在哪 结果马翠珍来来回回 就是不正面回答 马翠珍一定有隐瞒 但如果是他 那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他的父母什么都不知道 是否也是为了包庇他 眼看疑云重重 警方把重点放在作案动机上 开始调查马丁和岳丈一家人的关系 这一了解不要紧 原来家庭和睦都是做给外人看的 马丁和马翠珍的夫妻关系 早就名存实亡 不合的种子 在马丁进门时就已经埋下了 马丁早前做泥瓦匠 还是存了一些身家的 可跟马翠珍结婚时 什么都没有操办 连个仪式也没有 本来人家作为上门女婿 没有仪式也无可厚非 但马开妇却不乐意 认为自己女儿吃了亏 再加上马丁进门后 基本上不干农活 让本以为给家里找了个 劳动力的马开妇耿耿于怀 结婚第二年 夫妻俩迎来了第一个女儿 重男轻女的马丁 看着妻子和女儿是嫌弃不已 一度想要离婚 一个上门女婿要离婚 马翠珍一家怎么可能同意 拖了半年也不松口 这时候的马丁 郁闷之下染上了酒瘾 经常喝个烂醉 回来发酒疯 还对来劝阻的马开妇夫妻 拳打脚踢 直到两年多以后 马翠珍又生下一个儿子 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但马丁对马翠珍的不屑 是骨子里的 一是因为马翠珍不认子 没有读过书 二是因为马丁常年在外做生意 有点小钱 是他养着一家人 这种轻视 最终让马丁在外乱来 打牌喝酒 同时和几个女人乱搞男女关系 经常夜不归宿 马丁的种种恶行 似乎为马翠珍的作案动机 找到了理由 但却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警方决定给马翠珍施加压力 2014年1月15日 警方再次来到马翠珍家 询问他 马丁葬在什么地方 并且不经意地让他看到了 车上各种铁锹锄头等工具 摆明了就是要开关验尸 惊慌失措的马翠珍 看到这一幕流下冷汗 突然办案民警立贺一声 马丁到底是怎么死的 说 一瞬间 马翠珍心理防线崩塌了 倒豆子一般 将作案经过悉数倒了出来 马翠珍供述 当天晚上 马丁打牌输了钱 回来很生气 又遇到马开复喝了酒 两人开始了对骂 骂着骂着就打了起来 结果上了头的马开复 抄起斧头 直接就将女婿送走了 警方连忙审讯马开复 但马开复却一口咬定 自己当天并没有喝酒 一直和妻子在二楼睡觉 直到女儿 喊他才知道 马丁死了 在二人当面对峙之下 马翠珍想要嫁祸给老父亲的 险恶用心 昭然若揭 于是又改口说 是因为马丁长期家暴他和父母 自己实在无法忍受 才用斧子杀了他 但他却始终无法自圆其说 无奈之下 民警只好开关验尸 1月20日 马丁下葬后整整60天 警方挡住了对开关验尸 十分抵触的马家人 带着两名公正人 全程参与寻求真相 据法医勘察 马丁头部确实存在粉碎性骨折 确定违背钝气所伤 是致命伤害 与作案手法相吻合 但要造成这样一击 所需要的力气是极大的 马翠真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 应该不具备这样的力量 具有嫌疑的三人中 只有马开复 才具备这样的条件 但马开复依然坚称 对女婿的是一无所知 警方只好又把视线 转向马氏家族的成员 调查发现 在马丁死后 马氏家族召开了一次 家族集体会议 这会议的内容 自然是隐瞒马丁死亡的真相 对外一致统一口径 马丁是突发脑溢血猝死的 这也说明 马丁的死 马翠真一定有参与 会议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包庇马翠真 之后 警方又来到马家进行搜索 企图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还真找到了 看似与案件毫不相关的东西 在马翠真枕头下方 有一张陌生男人的照片 此人并不是马丁 这个男人是谁 是什么样的关系 能让一名刚死了丈夫的女人 将她的照片 珍藏在枕头底下呢 带着疑问 警方又开始了新的走访调查 据调查 这名男子名叫企宽 37岁 家住离过水沟村 有一山之隔的壁多村 企宽虽然长相帅气 但年过四十 仍然是单身一个 平时在外打工 也很少回家 但就在马丁死亡前后一段时间 企宽回到家 照顾重病的母亲 这个时间点 让警方觉得 企宽或许才是另一个杀人凶手 2014年1月21日 警方在企宽打工的工厂 将她带回询问 面对警方的审问 企宽没怎么抵抗 就承认了自己就是杀人凶手 马翠珍得知 企宽已经招供 也终于坚持不住 说出了被隐瞒的真相 原来 马翠珍和企宽 相识于2013年 那时企宽 正苦于没有另一半 一次偶然的机会 和马翠珍产生了交集 初次见面 企宽就对这个长得 小巧可人的有夫之妇 产生了好感 在她的刻意接近之下 长期遭受马丁家暴的马翠珍 也渐渐对她敞开心扉 企宽对马翠珍在好感之外 又多了分心疼 两人的感情急速升温 体验到了爱情的滋味 一开始 两人只能偷偷地通过电话联系 但原水解不了尽可 两人不满足于电话线爱情 开始了频繁的约会 每次马丁前脚出门 做猪仔生意 马翠珍后脚就跟家人说 要出去买东西 借机和企宽纠缠在一起 而她和马丁之间 也并不是马丁提出的离婚 是她想要长久的 光明正大的和企宽在一起 主动提出的 但马丁并没有同意 于是 马翠珍对马丁极度怨恨 明明马丁也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又嫌弃自己投胎是个女儿 为什么就不同意离婚呢 但另一方面 马翠珍又害怕离婚了以后 两个孩子会被马丁带走 于是 在矛盾之下 马翠珍和企宽 决定用极端的方法解决问题 既然解决不了矛盾 那就解决制造矛盾的人 2013年11月19日 两人来到一门县宾馆私会 定下了作案时间 20日晚上8点 马翠珍打电话 让企宽赶往自己家 将他安置在家旁的树林里 耐心等候 一直到晚上11点多 马丁熟睡之后 马翠珍手提斧头进了卧室 企宽在门外等候 看着眼前让自己心生怨恨的男人 马翠珍突然下不去手了 怎么说也和自己同床共枕了十几年 孩子都有两个了 怎么可能一点感情都没有呢 时间一分一离的过去 门外的企宽最先沉不住气 就在他想要进去催促的时候 马翠珍突然出来了 一把将斧头塞进企宽手里 让他动手 企宽看着手里的斧头有些猛 但想到这半年来 两人如蜜蜜条油一般 终于下了狠心 事成之后 企宽悄悄离开了过水沟村 留马翠珍善后 两人约定好 等马丁风光大葬之后就结婚 但事情的走向 却脱离了他们预想的轨迹 原本以为天衣无缝的作案 还是被人发现了蹊跷之处 企宽为了一个已婚女人 为了一段不被世俗承认的感情 犯下弥天大错 而马翠珍为了成全自己 不仅仅火同他人杀夫 事情败露之后 竟然还妄想让老父亲顶罪 这样的女人 企宽在了解之后 当真敢要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